为了在2018年量产交付之前 就用超跑1p9去纽北刷了个圈速 所以在国内造车新势力之中 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 就像是打斗地主 上来就抢了个地主 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来看 别人都在疯狂出牌 未来却一直在喊 要不起 直到最近香继和长安吉里 签订了换点合作协议 然后收购江淮工厂 成为为小李之中 第一家自己生产的新势力 这一通操纵算是甩出了一对玩家 但是甩出玩战 只能说你可以暂时的留在牌桌上 更为关键的其实是你接下来牌 那未来手上的牌怎么样呢 它第三季度的财报就透露出一些信息 首先财报当然是好看的 三季度销量的是55000多台 营收190.7亿元 整车毛利率11% 现金储备的452亿元 这些都是大幅增长的 而且净亏损也环比下降了24.8% 所以那些一听未来裁员 就是未来要倒闭的朋友 这件事至少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未来接下来的第一张牌 是一款全新旗舰车型 它将在12月23日的Neo Day上发布 未来称之为 未来技术创新的结晶之作 肯定是9系列的车型 但到底是什么车呢 现在还不确定 未来已经注册了有 E19 ET9 ES9 EF9 我个人猜测呢 很可能是一台跑车 一方面的未来第一款车 就是超跑EP9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量产 就像很多神话传说中 光有轻身图腾 却没有一个祭祀 作为沟通的桥梁 所以未来的超跑基因 对于大众来说呢 其实是有点遥远的 第二方面呢 如果新发布的是一台轿车或SUV 对于未来现有的产品谱系来说呢 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像ET7和ES8呢 已经是中大型的一个级别了 第三方面呢 现在第二品牌阿尔卑斯 马上要推出了 怎么让子品牌和主品牌 拉开这个定位的差距呢 我觉得主品牌 有一台百万价位的跑车 是比较好的办法 跑车卖这个价呢 大家也能接受 而且这种车型 对于品牌价值的提升呢 是很明显的 刚才提到的第二品牌阿尔卑斯啊 这就是未来要打的第二张牌 阿尔卑斯手管车型呢 目前已经完成了 工艺验证车的一个试制 应该已经进入了生产线验证阶段了 按照未来之前的节奏呢 离量产交付 大概还要七个月左右的时间 还就是前段时间 大家担心的换店体验的事情啊 和长安吉利合作后 以后换店是不是要排队啊 那这次财报呢就做了一些说明啊 首先对于现有的未来用户来说呢 体验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啊 因为未来的换店网络呢 将会有未来专用网络和共享网络 那共享网络呢 可供未来阿尔卑斯和其他品牌使用 这就像现在很多APP的这个会员等级啊 黄金会员享受部分权益 那博金会员呢 可以享受黄金会员的所有权益啊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权益 那服务方面呢 未来和阿尔卑斯的门店啊 不共享 销售呢也会分开啊 只是部分服务网络会共用啊 可能就是像维修保养这种啊 所以阿尔卑斯品牌的推出呢 并不会给未来主品牌用户的这个体验啊 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张可能的牌呢 就是NeoPower独立融资 未来相比其他品牌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换店 但很多人可能忽略的是啊 未来的充电网络呢 也是行业数一数二的 而且现在充电装业务呢 基本已经盈亏平衡了 那不管是充电网络还是换电网络 对啊这个建设呢 都属于一个重资产的投资啊 对于企业的运营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那如果NeoPower真的能够独立融资啊 对于未来整个企业的运营来说呢 都是利好的 这些未来裁员是啊 李宾的全员性里说啊 可达的牌还有很多啊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呢 甩出一对王炸之后啊 未来手上的牌确实还不错 我觉得有个方面的未来和奔驰还是挺像的啊 就是被黑得越伤 反而活得越好 嗯 嗯 点正 behind me